嗨 姊妹們 我是Nancy 菁菁 我這塊臉好癢喔 這部影片跟上一部那個大象的影片是隔一天錄的 所以這一塊就還在 超級癢然後想抓它 今天呢 是要來給你們看 我做這些卡片的過程 沒錯 我就是用這個橡皮髒把它刻出來的 我第一次刻橡皮髒 刻得超級臭 給你們看 你們看 能看嗎 各位 我相信很多姊妹們都已經玩過橡皮髒這種東西了 可是我是第一次 起源就是 我上次辦那個情人節卡片的抽獎 然後我就想說 好 我就是有抽那個小巴黎鐵塔 我從蜜月帶回來的小禮物 就想說要付一張卡片給你們 結果呢 我後來靈機一動 我想說我不要用現成的 我還是想用親手做的那種感覺 我就把那一張 情人節卡片 給刻出來 然後印上去 我覺得這樣子更有溫度 但沒想到 我沒有想到橡皮髒這麼難刻耶 我有上網查一些 大家刻橡皮髒的一些過程 然後看起來就很療癒啊 因為他們都快轉 然後就這樣哇哇哇 刻刻刻 可是我沒有 沒有想到自己刻出來卻這麼醜 但是還好 還好蓋出來 還蠻可以看的耶 你們看 好美喔 我也是覺得說 欸 突發奇想 搞不好我們12月的時候 可以來玩交換卡片 那到時候就是 看有沒有也可以在刻什麼 然後可能就是你們可以寄卡片給我 然後回就是我刻好蓋好這樣的卡片給你們這樣子 那當然一樣會寫一些字啦 我就突然想到還蠻好玩的 好 那我們就一起來看看我製作的過程吧 GO 這是今天所會用到的工具 首先呢 我今天要做的這個印章是半徑三公分的圓 所以我等一下的圖案 就要畫在這個半徑三公分的圓裡面 好的 大家看 我已經把我的圖案先用鉛筆打草稿打出來了 我真的畫了非常的久 因為我對於畫畫不是很擅長 然後呢 我會再用這種奇異筆 直接把它的框給 瞄起來 因為我要讓它變粗一點 這樣子等一下我要割的時候就可以有一個厚度 這樣子 那我的細節沒有把它給畫得非常清楚 因為我怕我畫太細的細節 我等一下也刻不出來 大家也知道這個印章的那個圓沒有多大 好這樣子 這個的話也直接給它是十星好了 OK 然後幾個 哇這個圓真的是考驗我的徒手能力 哇 好 不怎麼圓才是手作嗎 OK 完蛋了 這邊太近了 我等一下描的時候可能會稍微修正一下 接下來呢 就拿出這種描圖紙 然後拿出一支鉛筆 把這個上面的圖案描起來 因為到時候要把它印到那個印章上面去 你在描的時候要盡量描出一點點喔 不然你等一下刻的話會很辛苦 太細刻起來的話會很容易斷掉 好了你們看這樣就是一個雛形出來啦 然後中間可能有一些空洞的地方 就是我沒有填的很滿 就是這樣子拿起來之後呢 再繼續把它補滿就可以了 接下來呢 就把它翻到背面去 對準這個橡皮章的部分 壓下去 拿起旁邊的尺 盡量的壓 讓它每一個步驟都壓到 但是要小心不要讓那一張紙滑掉喔 不然的話 那個碳都會整個糊掉這樣子 打開 成功 接下來我是直接拿出 材料包裡面附的這個刻刀 在那邊刻 那有姐妹們是跟我分享說 可以拿那種平平像刀片的筆 會更好刻喔 各位 我剛剛發現 我是第一次弄 所以真的好難喔 其實把握一個大原則就是 把你畫黑線的地方呢 不要讓它是凸起來的 所以我就把旁邊這邊全部都割掉 然後你們看我割得有多醜 這邊簡直是用挖的 還有好糗喔 好沒關係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可以先把它表面這些擦掉 我還蠻擔心失敗的說 好難擦掉喔 我看別人的影片很好擦掉耶 沒想到我的這麼難 而且啊 我那個愛心的部分 一定沒有人看得出來 在愛心 好沒關係一個大開就好 已經看不出來它的樣子了 被我擦的 好那我們就拿那個印尼來試試看好了 天啊好緊張喔 我的媽呀 不知道會變成什麼的鬼樣子 喔 好 呀 哈哈哈哈哈哈 萱萱萱怎麼樣 還可以吧 欸 沒有想像真的擦耶 還ok耶 啊 我又不小心啊 可是那個料可能要塗均勻一點 好喔 我拿出它的說明書來看看了 他說 我弄好的這個呢 就是這樣子把它給黏在上面就可以了 我要用什麼黏呢 用這個保麗龍膠黏好了 其實用熱龍膠最快了 可是我懶得去拿熱龍膠 好了我都黏上熱龍膠了 我就要把它給合起來囉 ok 我先把它給反過來 就先慢慢的讓它乾 然後我先煮上去 這感覺要非常大的力氣 才能把這個印在這一坑往下弄 喔 好難喔 欸 我怎麼會拿出這種笨東西 哇 你看這中間還有一點距離耶 我要怎麼給弄進去呢 喔 不小心又蓋出了一個 要怎麼弄 好那我們要正式的來試試看了 首先呢 嘿嘿嘿嘿 先讓它沾滿 我發現它不會就是這樣子壓一次就滿 所以大家要多沾一點 ok 我想要直的 然後蓋在正中央 嘿 哇好緊張喔 不知道會怎麼樣 然後我剛剛已經放一下子啊 所以它下面這邊都已經黏好了 要打開囉 一二三 嘿 喔 我只能說不盡完美 但是蠻可愛的耶 你們看 遠遠在一張還蠻有那種明信片的feel耶 希望這四位姐妹們會喜歡 因為我這次想到這個idea就是想說 因為是抽這張卡片 就可以有一個記憶點這樣子 嘿 ok第二張 再來再來 第三張 喔這個歪歪的沒關係 手座就是要這樣 我突然發現之後聖誕節我們可以這樣子來玩交換卡片 就是我刻一個印章 然後你們寄卡片給我 然後用這個印章去做卡片回信給你們 要不要要不要 聖誕節我們來玩 嘿 耶 好了四張成功 嗚呼 看完之後有沒有人要笑我的 我相信你們很多人一定都做過橡皮髒 可是對我來講真的是第一次 我那時候反而想說我要去買一大塊的那一種 橡皮 然後自己來切割 沒想到當我正要拿那一大塊的橡皮的時候 那一大塊橡皮大概A5的大小 就是A4的一半要兩百塊才定 我就看到旁邊有一包那種材料包 就是我做這個出來 它上面還有這個印章的有沒有 然後我就想說 蛤 好像也不錯 我不用自己採 可是它裡面就一塊圓的跟一塊長方形的 然後還有這個東西 還有一些小零件那種刻刀之類的 這樣子就要150了 我是覺得 如果只是一次刻好玩的 當然可以買這種材料包 但是如果你是長期就是有各種不同想要刻的話 就不用買材料包 因為我覺得上面這個就會是有點浪費 像我之後收藏我就會覺得這樣子很大一顆有沒有 除非你是要做送給人家啦 好今天這個影片單純就是分享我製作的過程 那如果有想要製作橡皮上的姐妹們 就是也可以參考一下這個影片 我真的刻得好醜 可是我覺得這樣就是給大家呈現 我最真實在試驗的樣子 因為這個我就沒有練習 我就是直接刻直接錄這樣子 好希望這些姐妹們會喜歡這個卡片 影片發布的這時候你們應該收到了 小小心翼啦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訂閱旁邊有一個鈴鐺 記得開啟就可以隨時搜尋到我的上傳通知 想知道我平常幹嘛的話 記得追蹤IG還有Facebook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 Bye Bye